好 昨天习近平来到香港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政治上的解读 当然大家也看到习近平 特别是为着这一回香港 等于说新任的特首的上任 难得两年多来离开了 大陆的本地 离开到了香港这边 所以大家也有非常多政治上的解读 而习近平也有公开的一个谈话 我们先来听一下 好 他其实说到了 就是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 因为就是要对于很多人 可能在这一两年反送中的事件之后 他可能有要重新定调一下 代表说他可能也是在政治上面 要有一个对全世界的一个宣誓 就是说现在香港已经又回归到了一个瓶颈 香港现在开始要全力来冲经贸 冲这个经济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6月29号其实你看 这三天这个习近平的行程 有释放出蛮多的政治的讯号 首先他6月29号来到了武汉 因为当初武汉就是被这个西方国家讲说 这个就是新冠肺炎的发源地 还指控说这叫做武汉肺炎 所以他特别这一回去 有象征战胜疫情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一死存在 他特别是脱下了口罩 而且是跟民众非常接近的这样的接触 等于是要打脸这个世界各国 对于武汉的这样的相关的指控 也象征着说武汉这个地方 我们的科技业 我们要不再依赖任何其他西方的国家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宣示的意味 再来就是6月30号 就是昨天他特别是搭乘了高铁 从这个武汉一路往深圳的地方 大概是四个小时的一个车程 那当然也是被解读说 这可能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这个中国的基建实力之外呢 他特别又回到这个深圳这边来过夜 那也有港媒有这样的一个解析 他说其实要践行粤港澳大湾区的 这样的一日生活圈 要让大家看出来说 他接下来要推动的事情 其实重心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上午的时候 也有进行升旗典礼 10点的时候是直接出席了就职典礼 那其实也是被大家讲说 这是香港回归25周年 这个就职典礼 也是让大家全世界来看一看 他说他这一回在这边的一国两制是成功的 那当然这是中国大陆这边 要对于世界各国所释放出来的一个讯号 可是呢我们看看 像是英国像是美国 也对于这件事情 忍不住也想要来吐槽一下 因为我们看看啊 他在讲说 其实哦 这布林肯讲50年不变 但是呢走一半 现在中国就落空了啊 就是马上要吐槽说 你中国其实没有做得很好 那英国首相强生又是在讲说 其实你中国也没有尊重一国两制 但是习近平似乎也不太受到影响 他摆明了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港提出这个四个必须 四个希望 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哦 所以就是说 外界的纷纷扰扰 感觉起来好像英美或是西方国家 又想要像复刻这个台湾 台海这种争议哦 又要把香港这件事情 再挑起来好像要 趁机来打击中国大陆嘛 也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大珠江三角洲 其实就是这一回粤港澳大湾区所在的一个地方 香港在这里 深圳还有这个澳门 他们现在已经是连接起来 就变成说是一个粤港澳的大湾区 那特别深圳呢 他这个GDP 今年最新公布的数字 已经破三兆人民币 这是去年 去年整年的统计 而且他已经是晋升到世界的石墙 所以他现在这边的一个经贸实力是非常的强劲哦 那今天联合报也有这样的一个解析啊 他说香港的三年三变 其实这一回在反送中之后 有一种二次回归之感啊 那根据IMD世界的竞争力的一个年报 他说其实这一回香港啊 在经过反送中之后 他现在政治风险是下降的 所以让他的竞争力排名又稍微有回升一些 而且甚至香港的这个联会制度啊 原本都是绑定美元的 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啊 当然这个可行度可能还有一点难度啦 就是说人民币取代美元的挂钩啊 才能够更加融入大湾区的一些经贸的往来 还有香港这个地方 他们也要打造成这个一带一路 来提升的这个航运啊 金融经贸中心的这样一个平台的地位哦 因为光是从1997年到2021年啊 中国跟香港的贸易额就增长了6.1倍 所以他说接下来啊 中国企业跟香港啊 大概未来7年会一起针对这个一带一路 来进行国家级的一个投资 好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个越港澳大湾区哦 其实它有一个历史的意义 就是它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哦 据说官方讲法是 他亲自谋划部署 以及推动的一个国家战略 所以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而最近呢 他们其实中山大桥 也快要通车了 他可以把这边 这几个地方连接起来的车程 从两个小时缩短到20分钟 所以主要城市就可以变成一小时的一个生活圈 甚至呢 它还有这边有五大亿 五大亿顿的港 这边包含了香港港啊 广州港跟深圳港 他们吞吐量现在都是世界前十 所以他们的运载量是非常的高 而且还可以有助于香港的企业 就是可能经过这个反送中事件之后 再度复苏 现在目前大概有两万多家的港澳企业 会吸引大概400亿美元的一个相关投资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中国大陆对于香港 这一次的就是粤港澳的大湾区 重新回归起来 重新振兴香港的一个经贸的一个中心地位 抱持的非常高的一个期望 我们先来问一下大使 其实习近平这次去香港 不仅我们台湾媒体蛮重视 国际媒体也都在报道 今天上午看CNN 他做了长篇的报道 那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西方国家看到 习近平在这个香港暴乱三年以后 那么回到香港 主持香港这个回归25周年 同时也就是新就任这个特首交接典礼 那这些西方媒体感觉都很酸 看了以后都心里很不适味道 可见他们就心里就是希望这个香港是动乱的 那么看到香港那么稳定 而且这个他的政府相当的团结 那整个事情看起来津津有序的 那西方的媒体就在里面这个讲了很多 我认为他们都很酸 看了并不是很如他们的意 那反过头来就希望他们可能比较兴奋 是看到香港三年前那个街头打砸抢的分子 在那边借着所谓的民主之名 在实行暴力之公然实行暴力之时 他们可能对那样子景象比较喜欢 那美国的布林肯国务卿 也发表了这个一些简短的说话 基本上还是感觉就是唯恐香港不乱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就是要挑这个日子 特别回到香港去 一方面像香港人 一方面像整个中国大陆 另一方面像整个世界 等于是宣告香港那个动乱的日子 完全结束 那么已经重新站稳脚步 那么要迎向未来的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香港事实上的话 其实在俄乌战争以后 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契机 因为香港是世界上 尤其在东亚 大概最重要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那中国大陆过去 在改革开放早期 香港对于中国大陆跟外界的接触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港口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以后 很多大陆的好的企业 首先是到香港来上市 募资 然后走向世界 可是过去有一段时间 中国很多的好的公司 都跑到美国去上市 美国的这个华尔街的股市去上市 可是现在就必须要了解 就是说俄乌战争以后 恪守就尊重私有财产 遵守这个政治 所有的私有财产神圣原则的西方社会 已经变质了 他会把任何人 政治上跟他为敌的人的私有财产 会毫不加以 毫不犹豫把人家给没收 那基本上就是人家相信你这里的银行金融制度 来里面上市或者购买资产也好 或者储存资产也好 他会公然把你全部抢走 那俄罗斯就是这个例子 所以事实上这也给中国大陆我想 就是说尤其整个的这个产业界 在中国大陆这些大的商公司 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就是说 你的财产或者说你的金融往来对象 是放在西方国家的话 是非常没有保障的 那另外选择哪里了 当然就中国人来讲的话 香港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香港事实上的话 他有很好的一个法治系统 然后他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 他的股票上市 还有整个公司营运 财务会计的监管 也是国际水准 另外他的流动性非常强 也就是过来投资的 他金融 因为大陆多多少少有这个金融管制 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地方 金融也好 货品也好 完全自由的 所以他有非常好的基础 非常好的条件 其实我觉得将来就跟中国大陆的 整个产业界走向世界 尤其像国际市场募资也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跟国际的这种公司治理的这种 标准的接轨也好 香港都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香港只要政治动乱 能够控制住 他前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当然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一个金融中心最怕的就是政治不稳定 那也就是当时为什么会被西方国家 把它煽动成一个政治极为不稳的地区 所以习近平这次回去 我想主要就是告诉这个世界 尤其中国的这些大的公司 香港又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地方 香港回来了 昔日的荣景可能 也希望就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未来又变成一个粤港澳这样一个大湾区 可能可以 是不是可以更上一层楼呢 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 香港今天的变化 我觉得跟台湾有关系 不是单纯的一国两制的这个层面的议题 而是那个时候 2018年的时候成同家 还记得这个人吗 带了女朋友到台湾来玩 把女朋友杀了 然后逃回香港去 后来就出现了这个送中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叫做针对所谓的逃犯条例的这个反对 因此叫反送中 那过程当中当然这种变得就很复杂 因为他所主张所宣称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一个就是过去这25年的香港 跟未来香港很多 其实还是在同意允许的范围之内 你主张你的政治的主张 你的对于这个改革的这个要求 对于一些条例的进行表达这个意见 但是也许因为那个元朗事件的这种爆发 然后也就是所谓不知名的这些社会的团体 但是呢 主旗逝者后来让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暴力化 我们在这个媒体上都看得很清楚 这些东西在过去台湾的民主发展都不是能够被接受的 我们的这些示威抗议当中 你有见到这样子的这种 就是针对公家的这种大学或者是说侵占 你大概就是那个太阳花事件吧 对不对 太阳花事件其实也没有造成 后来有总共15个人死亡 多少2000多个人受伤 在这整个过程香港的反重中 所以我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要从比较多层面 但是呢 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香港的特首上来之后 他的团队以及习近平来这个加持之后 是不是还是能维持香港的这个稳定繁荣 跟他的自由 香港需要自由 因为他这个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 这个香港自由港 然后呢 整个吸引中国在尤其是南部各省 对外对国际的经济跟金融的这个连结 那你看到自由的另外一面 那就是要稳定 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层面 经过这样子动荡之后 东南亚国家感受最明显啊 不是说香港人跑到新加坡去了 而是事实上东南亚觉得 还是必须要经由香港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法治的金融管理的这样个体制 市场机制 然后呢 跟中国大陆做进一步的这个连结 所以香港的角色我觉得会越来越重要 反而是 那当然压力也很大 因为习近平在6月21号还是喊出今年必须要经济成长达到5.5% 这个不容易 那当然他也现在开始加强对国际的资金 投资金融管理的这个接轨开放 然后呢 在香港这个时间点 他到这里来 对不对 一起来坐着这个高铁来 除了表现出中国的基建 一带一路的这个能量 同时也去支撑 尤其是在二十大之前 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 是 那这个发展的前提 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自由的香港 但也稳定的这个香港 才能变成带领的香港跟中国大陆继续的繁荣 汉庭 这个50年不变 然后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不是很清楚 其实原始的本意呢 是指说资本主义50年都不变 所以现在香港并没有实施计划经济 也没有实施共产主义 其实是不变 那又比如说那其他方面当然是可以变 比如在1997年香港的人均GDP是2.4万美元 要变吗 当然要变 要越来越高啊 所以到了现在2022年 香港的人均GDP是2021年4.9万美元 越来越好 台湾差不多是3.3万 另外就讲说所谓的50年变不变的问题 在以前香港特首也好 港督也好 人民是没办法选的 全部都是英国直接来指派 现在至少还有选举 只不过选举还加了一个前提条件 就必须要爱国 不能是那种不爱国家的人来选举 这个条件也合情合理 因此香港现在对于大陆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稳定跟繁荣 抛除跟抛却 过去的这些假借意识形态 或者是被西方所煽动的这些社会的暴乱 因此才会有各式各样的发展 这才是相当重要的 而这些发展最主要都离不开 背靠内陆的支持 它才能够做大做强 因此在港口上就有了越港澳的大湾 在交通上有港珠澳大桥 那么在生活上有广深港的高铁 那么甚至有护港通 以及深港通还有债券通 等等金融方面的创新 也正因此背靠大陆做大做强 在即便是2019年社会比较动荡的时候 香港仍然是在全世界的IPO募资 得到了全世界的第一名 而且在最新加拿大智库 非说研究公司所公告出来的 香港在2021年仍然是全世界 最自由的经济体 所以过去以来 虽然香港有非常多的一些动荡不安 包含前面所说的 就各种拿的汽油弹去攻击公家机关 然后或者是直接拿刀子去刺警察 然后对待无辜的路人 然后直接打砸抢 去烧杀商店这些事情 这种事情当然在美国上演的时候 就绝对不会是所谓最美丽的风景 但在克服这一切的时候 就即便是有非常多动荡的事情 但是2020年香港的国安法出台之后 保健出窍 妖魔窜逃 印象很深刻 在先前有一个香港 类似这种反华的主持人 他就讲说 我们打死不做中国人 结果国安法一出台之后 他就讲说 我打从内心深处 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香港未来的稳定跟发展 还是非常重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 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 现在拜登最近又开始催起油门了吗 他在昨天在讲说 不管这个乌克兰 挺多久 挺屋直到俄国战败 不论多久 我都要站在挺屋的这一边 甚至他还讲说 有50多个国家又做出了新的承诺 我们要向乌克兰来提供 什么600辆坦克啊 500套的火箭炮啊 这些武装这些配备 可是事实上这就代表说 乌克兰要继续为着这一场仗 打代理人战争 要继续打下去嘛 这其实大家并不乐见 这场战争继续造成很多 乌克兰人的一些牺牲 那所以俄方就警告说 像污送武器 其实都可以成为 俄罗斯合法的打击目标 也会让这场战争继续恶化下去啊 但是呢拜登是不是 又把自己心里话讲出来了 他讲了什么呢 他又口误啊 又把瑞士瑞典 好像又说错了 我们来听一听 心底话就是他真的太希望北约扩张了 扩张到什么程度 台湾这边都要有这个印太北约啊 这才是他更心理的一番话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美国他说现在要转账351元 可是美国他们自己的情报总监 却是很担心 尽管我们援助这么多 俄罗斯还是想要惊吞蚕食乌克兰啊 所以人家就觉得说 这个其实乌克兰想要反攻 这是有难度的 你要这个俄罗斯自己停止 也是有难度的 这事情不是你想象中 继续给武器下去 能够取得到的一个和平 或者是得到了一个这个迎面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西方团结 是不是无助于恶乌直战 这是大家对于这个 现在目前持续提供武器的一个看法 那普清啊 他也是强势回归 那主要就是因为强生 他为什么特别对强生 讲了一些话 就是因为强生要秀凶肌啊 要去跟普清来一较高下 那普清就说你很恶心哦 令人作恶 就是说你要学我打赤膊啊 肉胸肌骑马 你在说什么 而且强生也在讲说 如果他是 普清是女人的话 那恐怕就不会有 这个俄乌战争了 他也说 那你是把这个过去铁娘子 柴切尔夫人放在哪里 所以你讲的话 根本就不准确 还有俄罗斯也警告 因为英国不断在加大 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跟人员的培训 这可能会提高冲突的风险 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国家 持续在出来协调 包含了拜登 这一回去到北约峰会 也跟土耳其总统 爱尔多安有见面 他们就讲到说 乌克兰粮食出口啊 可能是不是可以透过 这个土耳其的管道 来运送出来 那在这边 印尼的总统 同时也是会晤了普清 因为他先去 见了这个 这个泽伦斯基 所以他就说 他把这个 普清的这个信件啊 就是转交 泽伦斯基的信件给 普清了 那普清是讲说啊 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禁止 这个乌克兰的粮食 往外运送啊 那其实都是人家 不识的一些指控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场战争 其实现在也开始 引发西方的国家 或是西方的媒体的 一些不同的反思 非常非常难得 在纽约时报 有这样不同的声音 他这样好像比较 持平的来看 他说自信跟耐心 让普清摆脱 暂时危机的模式 他说其实大概 三月初的时候 普清看起来 好像比较焦虑一点 但是现在啊 好像已经普清再度露面 这现在六七月这个时候 他再度露面 已经感觉起来 他已经掌握了 这个大势底定 所以看起来更加的从容了 所以他们就说 其实西方国家 反倒是现在自乱了阵脚 那再来 以及这个俄乌战争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 最大规模的战俘交换 双方是交换了 大概114位的战俘 特别其中 还有被俘虏的这个 美国人 他是赶快是跟这个俄罗斯讲 他就说 我是有收到乌克兰的酬劳 但是我一枪都没有开啊 可能现在美国不知道 会不会去救这些 被俘虏的这些美国战俘哦 那所以 所以他们要自己 跟这个俄罗斯 要进行一些这种 谈判作施 那另外还有大家聚焦的 一个点 叫舌岛 舌岛呢 昨天其实呢 就是因为俄罗斯 开始撤出舌岛 那他们说 这是一个善意的态度 因为他们说现在 可以方便乌克兰的一些 谷物啊 从黑海这边输出 可是乌克兰哦 马上就是讲说 才不是呢 根本就是因为哦 你这个防空设备 跟雷达设备都不足啊 这是我们乌克兰的胜利哦 我们夺回了 这个舌岛 大家就讲说 很像之前看到哈尔科夫 也是这样子的讲法 诶 二军撤出 然后乌克兰就说自己胜利 但不论怎么样啦 现在看起来 泽伦斯基 自己心里是有敌的啦 因为在顿巴斯这边哦 其实俄罗斯这边 一直取得胜利 那他是说 西方你们先进的火炮 必须得要赶快来补足啊 可是他这个顿巴斯地区 显然恐怕还是会被割让出去 因为现在俄罗斯占领之后 他不可能退嘛 所以叙利亚就打算 要来承认乌东两州的独立哦 那泽伦斯基很生气说 我就直接乌克兰跟叙利亚 宣布断交 但是真的 他恐怕要提防的人是谁 俄罗斯提醒他哦 你应该要提防的是波兰 因为他现在哦 乌克兰的护照 可以在波兰签发 当然两国的关系哦 有好不说 可是会不会有可能 波兰想要吞下乌克兰呢 这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 他讲说现在啊 波兰已经开始在制定 分割乌克兰的一个脚本哦 他确信英美可能会被迫 就是支持来分割乌克兰 直接分给了波兰哦 变成可能在西部这一块 就直接划到波兰的区域 那再来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美国哦 现在趁着这场俄乌户战争 是不是又在释放中国威胁论呢 美国的情报总监讲说啊 中国人期盼以和平统一的手段 来统一台湾 又把我们台湾比重乌克兰吗 连拉脱维亚的总统都讲说哦 哎你看到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得逞啦 那可能会鼓励中国来发动战争 连美国的高盛都告诉大家 现在台海的风险 已经攀上十年的新高了 我们先问一下杨老师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北约 通过的这个有关于战略文件 这很重要的文件 因为它差不多十年一次 上一次是2010年的时候 那上一次都没有提到中国 那这一次49段里面有两段 第13跟第14 提到有关于中国 我看了内容很清楚 第13段这一整段 基本上应该都是美国写的 因为大概把中国的所有的一切的坏事都写进了 认为是对 就是说这个世界的 以及这个北约的利益安全 跟价值观的这个挑战 那中国是不透明的 中国恶意混合网络行动虚假讯息 损害了北约的安全 控制关键技术 然后呢供应链以及这个材料 然后呢影响它的这个经济 然后造成它的影响 强化它的影响力 然后它要颠覆 中国要颠覆国际秩序 包含太空 网路 海洋 几乎包海全包了 就是哪边都有中国的挑战 对 你看这段文字 这基本上就是拜登上来之后 对中国的描述大概就是极大成了 后面加一段就是说 他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 造成更大的这个挑战 可是各位 魔鬼在细节里面 第14段讲到有中国的部分呢 他开始就是说 我们愿意跟中国进行这个建设性的接触 包含互惠的透明度 维持联盟的安全 这一段各位 我觉得就是法国德国的影响之下 定的这一段的内容 只不过是最后那句话是美国家的 为什么我说它是法国德国影响之下呢 因为媒体都讲到说 这个北约把中国视为叫系统性挑战 但是都忘记那个前面那句话 就系统性挑战前面那几个字 他说 我们要确保这个应对 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 所构成的系统性挑战 这什么意思 就认为中国如果会是一个系统性挑战 而不是美国英国想要讲的 这个战略性挑战或战略性威胁 但是呢 即使是系统性挑战 也这个范围是在欧洲大西洋 比如说北约还是北约 这个显然是法国德国的观点 各位你们发觉到 这个第13段跟第14段根本是矛盾 对不对 如果媒体只是找他喜欢的字眼 拿出来报道的话 你会觉得哇 这个完全是针对中国的 你仔细看两段内容不长嘛 你把它去翻译一下 这个尤其是这一段的内容 它指的是中国对欧洲跟大西洋的系统性挑战 这个就告诉美国 你在印太地区 亚洲地区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会关注 但是呢 不会跟着你跑去再做反中 为什么我们眼前自己本身的恶物战争 都已经是让人 这个整个各国自顾不暇了 对不对 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 那因此呢 这个舍岛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这代表了一个讯息 因为你不要记得 舍岛这个基本上是一功难守 俄罗斯撤出来也某种程度是因为 欧洲联盟的要求 让这个粮食能够出来 对 那同时呢 那个加里尼格的那个飞地呢 地陶宛也放宽 就是管制了 制裁了 我觉得是同一时间 基本上呢 这个大概表示 北约跟俄罗斯有一个共识了 这个战争稍微要把它哭荡一下 乌东乌南呢 目前这个情况呢 就让它持续变成一个持久战 来问一下大使 当然美国这个一直在释放这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那不过我认为就俄乌战争的发生 爆发 它有助延缓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 跟它可能的时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台海会发生冲突 台海危机 军事冲突危机升高 最主要的因素 是美国 因为俄乌冲突的发生 美国的注意力跟它的资源 现在都往欧洲去了 都往俄乌冲突 它无暇 也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么办法集中 把它的注意力 跟它的资源 调度到台湾海峡 来做什么事呢 来做一件事 四个字 三风点火 你现在看 拜登这次在 刚刚我们在看 他有关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发言 你不觉得他就是那个四个字吗 三风点火 也就是说这场战争 今天是拜登 美国希望他继续打下去 而且是打到 不晓得打到什么时候 那也就是说 完全无视 乌克兰人目前 所承受的 无止尽的牺牲跟痛苦 完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所以美国这个态度是一贯的 它对于台海 紫阳海的冲突 跟紧张情势的升高 最得力最高的是美国 所以美国今天 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 它暂时 把台海的问题放到一边了 真的如果没有俄乌冲突的话 这一次的 现在可能紧张的是台海关系 那不过就是说 在看到拜登在这次 在这个北约峰会的表现 我真的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说他真的欺负欧洲无人 欧洲这么多国家 也是大国 历史上有光辉 光荣传统的这些大国的领袖 我觉得简直像一群 行尸走肉一样 然后任凭一个美国人 来牵着他们这些欧洲人的鼻子走 他们难道不知道 这场战争 真正的获利者就是美国吗 最大的输家是乌克兰 第二输家就是欧洲 可是他们还是任凭拜登 牵着他们的鼻子 东窜西窜的 所以我觉得 俄乌战争的给我们教训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胜防美国 在台海上面 跟他在俄乌战争一样 使出同样的招数 三风点火 最后让台湾的老百姓 陷入现在 如现在乌克兰人民一样 永无止境的怎么样 一种牺牲 跟这种痛苦之中 是 所以感觉起来 好像这场俄乌战争 当然美国感觉上 好像并不想要 让他那么快的结束 而且他时不时的 还一直就是要对着亚洲这边 来讲一下 别忘了你们这边 也有一个很可怕的敌人 也有一个邪恶轴心 跟俄罗斯串在一起的人 当然我们台湾 不得不每次都要这样被卷进去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俄乌就是造妖镜 造出了美国的纸老虎现行计 发现美国的势力影响 越来越大不如前 全球220多个国家地区 愿意要去加入制裁俄罗斯 不过才40多个 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去跟着美国的脚步制裁的 美国不论先前要搞东盟峰会或美洲峰会 它的影响力都将和日下 当然不如大陆办金砖峰会 所以他现在唯一可以取暖 反华总教头拜登 唯一可以取暖的 也就是反华朋友圈 先是G7 后来就是北约 也就是这些人共同的 如同老师所说 就像江西赶尸一样 拜登在前面摇个铃铛 然后后面这些国家 我们反华反华反华 那时候就开跳 然后干嘛呢 但最关键的 谁出钱呢 谁拿到好处 这些事情 反正美国肯定都是不会 割自己身上的肉的 那欧洲或者是日本 这些小老弟呢 怎么样 他们就只能够不断的来施血 所以泽伦斯基前两天才讲说 每个月需要50亿的美元 对吧 那拜登马上就讲说 这个我们会 他也没讲具体的数字 那拜登就说 他反正会一定给 那关键在说 这个钱谁来出 第二个呢 那这个钱有效吗 因为在现在乌东 已经全面的 就是被俄罗斯所占据了 应该再过没多久 可能乌克兰南部沿海地区 应该也会被俄罗斯所占据 所以接下来呢 拜登说 我们要停乌克兰 停到俄罗斯战败 这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那假设乌克兰不打了 投降了 他有这个空间跟选择吗 他决定要和谈 有这个空间吗 没有这个空间 拜登不会去让他和谈 那第二个 那假设说 很难翻盘 假设说打不赢呢 假设说乌东拿不回来呢 克里米亚他本来也没想到的话 就是这一切的战局很难翻盘 你不能只期待说俄罗斯内部动乱 所以如果这些事情达不到的话 那拜登所说的要 战到什么最后的俄罗斯战败 实际上那也就是在损耗双方人的性命 然后继续来巩固美国跟北约的霸权 如此而已 所以美国会在乎这些事情吗 当然不会在乎 那当然他现在除了俄罗斯 视为直接的最大威胁 那再来呢就是中国大陆了 那北约所出台的这些文件 实际上也真的是一派胡言 怎么说呢 他讲说大陆企图要控制物资跟供应链 那好奇怪 这个也能叫做罪过 不是每个国家都要发展自己的供应链吗 不是每个国家都要掌握各种物资 每个国家都要经济发展 那你美国经济发展就没问题 大陆经济发展就叫做邪恶的企图 这是什么双重标准 然后又讲说大陆破坏国际的秩序 那好奇怪了 那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只看过美国频频退出联合国的机构跟组织 就没看过大陆主动退出的 就只看过美国到处去煽动人家政变 然后去推翻人家政权 然后放水雷放炸弹 然后去空袭人家 就从来没